就是我自己观察的 就是说我们比方说刚才说的功率是非常好 有地点好 对年轻人也好 比较小 价格相对能够负担 对年轻人 我想提一个例子 就是呢 我有带过客户去买过 我自己也考虑过 一个比方说是一个 现在有很多当趟有很多 Revitalization Project for example 我们的利金园Region Park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有毒啊 有很多问题存在 那么它这个地区就是跟发展商合作 就是说政府提供了一些的措施 那个好的这个政策 就吸引也是非常的鼓励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连租屋的居民 让它能够回迁 让它就是相对容易的拿到一个房子 而实际上这个Project 利争与利金园 我过了几年 我再回去完全变了 是你最好的这个游泳池啊等等 我就觉得这个是挺成功的一例子 当它这么旧 然后为什么美 就我们不是说把穷人 把年轻人的感触当放 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里头如果你是能攒下一定首富 你的努力的这种年轻力 拿下一点首富 政府在帮帮你啊 或者各方面给你一点优惠 让你还能够回去住一个小小的房子 这种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保一些这种的项目 我觉得是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所以呢 我们就说如果能够多保持人家 你能够多保持人家